这里有蓝天白云,一望无际 有寺院,也有历史性的溶洞 特殊的景观,还有宗教氛围 包含藏传佛教 也有藏族的原生宗教,本教 更有更多的历史 这里也诞生了一些伟大的人物 到甘南不去夏河,那会后悔 到夏河不去甘家,那会是后悔再后悔 这里就是甘家草原 说一下地理位置,甘家草原在哪里? 具体的位置是在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 夏河县,甘家乡 这个地方呢,濒临青海跟甘肃省的交界 往西过去,就是青海的同仁县 它主要呢,是由413县道所贯穿 如果从夏河出发,经过这个县道 一直走大概100公里,就会到 打青海的同仁县 那如果是从兰州过来,应该是相对是最方便的 可以走213国道,然后再转312省道 那213国道也是一路可以通到成都,经过合作 甘家草原有一个特别的地理位置 在它的东边是宗教上有名的夏河 因为那边有个拉布林寺 在西边是青海同仁的荣物镇 也就是热供汤卡的所在地 把这个地方,三个地方贯穿起来 是一个很值得意游的游线 从艺术的热供,经过甘家草原贯穿过来到宗教的夏河 可以浓缩一些藏族的风情跟历史宗教文化 甘家草原的旅游路线 我们这边提供一条比较有效率的旅游方法 整个过程中大家都走冤望路 因为这些景点在甘家草原上是有点分散 那我们从这张地图上来看 如果由夏河县政府出发 第一站当然经过了就是若日朗卡警官台 第二站到伊士加木祥布局 第三站可以到坐海市 第四站到八甲补城 第五站到白石崖市 第二站到白石崖溶洞 白石崖市跟白石崖溶洞 这两个相距距离很短 大概只有一公里 第七站如果真的有时间 事实上这已经出了这个甘家草原区 可能可以到大中央 所以我们具体给了两条路线公里面参考 路线一到六 往返全程大概九十公里 这基本上所有的路线都在甘家草原洞 路线二就是把路线一 然后加上这个大中央往返 那全程大概一百六十公里 这个里头呢 要到大中央是要返回夏河 最后我们说一下这个全程要多少时间 其实这里头不只是有 只有景点的旅游 那有一些部分甚至它 都需要你去细细品尝 像坐海市 上次我们去坐海市的时候 其实解说人他是很热情 一说说了两个小时 所以呢 时间的控制就看当时的情况 到甘家旅游 最好您是留住一天以上的时间 诺治郎卡关井台 由夏河 金赤藥山陷道 往上爬坡 八公里就到这个山的爱口 就是诺治郎卡关井台 这边如果天气好的时候 可以直接看遍整个甘家草原 最远可以看到 白士来溶洞那一头 当然这指的是不是白士来溶洞 是它背后的山峰 由这边看甘家草原 应该是景观最好 那在景观台附近也有一些蒙古发文民宿 不过这通常是在旅游旺季的时候才会开放 还有就是这个关井台本身 可能是要收钱 在旅游旺季的时候 一世家木祥故居 第一世家木祥婆婆 生于1648年 于1721年原子 是夏河搬家当让的地方的 也就是现今干家证 寡代村人 家木祥的事迹在此简单的叙述 非常慌 他七岁时就跟其佛父 左南融族学习经书 十三岁受沙姆解 取法为罗伤奸战 二十一岁到拉萨 入折瓣寺光玛查昌 一次休息英明 搬入终观景点 二十七岁在大祈宴法会上 荣获格西学位 这个是很难拿得到的 二十八岁从第五世 达赖喇嘛 社武比丘界 修完大任 育业与郭莽杂昌 三十岁转入拉萨 续学院 修行中历时四年 三十四岁或 家木祥 雅贝多杰之尊号 这意思是妙音校金刚的意思 五十四岁一 六世达赖喇嘛之子 出任折瓣寺 郭莽杂昌看部 其后又出任 庞务师的看部 康熙四十七年 一七零八年六十一岁时 应青海蒙和索特 亲王查汉丹金 赤寝旁和原籍 隔年六十二岁 一下和建立拉布林寺 其后拉布林寺 又成为该佛佛体系之母 是六四岁 一喜加措赤旗 郭莽尔德尼诺门汗 之称号其闪盖 六十八岁 康熙五十九年 一七二零 康熙皇帝 册封其为 如法禅师班士达 鄂尔德诺汗 班士精英精测 并准许穿蒙马卦 其一生勤奋好学 博然精选 精通 显密恶重 对佛法 听闻 算医学 文学 修辞 声明等 皆有佛生的研究 著有 佛力表 不宗教哲学辩论 注释 班若 勇以汉 宗论通 等输入 来这里 一个藏区的小山村 其实并不是为了看守 要是在参观及怀大师工采 另外 这个故居 虽然旁边有阿克在休息 但是他们基本上 并没有正式对外提供认识 所以一般来自参观 最好是得到他们同意 座海市 藏族的原生宗教教寺院 座海市 又称 折袖石 海拔约 两千千万米 一大象山河线 座海市周围风景独特 山丘环绕 自然风光与 独特的风水隔 风景一人 座海市是一座 庸众本教的寺院 也是 下河线境内 唯一传承本教的寺院 在 在甘南州宗教相关部门 批准开放的 七座寺院中 规模和影响力是最大的 当然这也指的是本教 庸众本教是 古相雄王子 尊巴辛劳 尼沃如兰 所创立之教法 形成大乘信仰的 相雄伯伯伯 其历史距今一万八千 庸众的含义为 庸代表 圣义神 众代表 世俗也 意思是 万法皆有真理和俗理得意味 本教是藏族的原生宗教 在藏传佛教之前 就已经存在 其可作源至洗藏 阿里的 象雄伯伯伯 进入出来是参观 是要收费的 最好是事先联系 以便其安排解说 另外解说方面 四方对解说的态度 应该说是非常刺激 如果有 藏族朋友跟随 一般很多的藏族朋友 他们信的是 藏传佛教 所以 这座寺院 如果他不是信奉本教 的话 他们一般都是 八角古城 八角城的遗址 位于白石崖的南边 央曲的北岸 海拔大概是 2900公尺 汉代的时候 曾经在这边设 白石线 治古 这边就是一个 军事交通的要地 八角城是一个 空心十字形的城池 在十字城的 各角上 都设有 城墩8个 形成八角 就由此命名 这个古城呢 占地大概是 20万平方 城墙的周长绕一圈 大概是 2200米左右 城高 可以高达10米 东西 梦城 有 S型通道 城外有护城河 城河北边呢 有山 然后没有门 从 城的西边 经过南门 然后到 城东呢 有 外郭 城南外面 建有外城 城墙是用沙土 卢尾 还有洪流等 一层一层 夯竹起来 这个古城 目前呢 仍有 居住居民 也形成一个生活范围 蛮完善的一个地方 另外一个 在城北的高处 设有观景台 是观看八角城 最好的位置 白石牙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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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石牙寺大概 1公里 有传说 该寺是 甘家 班子达 战历 第11兆回目击年 也就是1644年 所创建 该寺为 立氏女伙伯 光日昌的 助席寺院 其后 其请二氏 加募祥 作为该寺主 之后 由立氏 加募祥 布辞该寺 并委 派 刺蛙 领诵师 跟查复等 室内安奉 甘柱尔 大让吉 中科巴 师徒全集 其一些其他的圣物 每年举行春秋冬季法会 接下来就介绍 我这位朋友 桑杰加措先生 他就是目前在 白石牙寺出家 天性乐观 偶尔会透过回信聊天 白石牙 融洞 白石牙 东西走向 长约15公里 宽约 至600米 从远处望 恰似白 在半空 在蓝天闭日 灰映下 闪闪发光 位为奇观 在白石牙根部偏西处 有一眼可融三四人静的耳朵 融洞里 有蝉蝉流水 取近通幽 融岩造型 千知百态 其是人为妙为巧 并有各种形象外 据说白石牙融洞 粘延百里 可通到青海巡化县境内 是一处在开发的流胜地 历史上 青藏高原 是人类最早活动地 2019年 约除快夏和 丹尼索瓦人 简称夏和人 夏二化石 将青藏高原 此前类最早活动时间 推早至聚今16万年 刷新了青藏高原 类活动 历史记录 也让该化石的发现地 白石牙融洞 成为世界 靠界关注的教授 来 白石牙融洞 最刺激的莫过 熔洞行走入场 唯一 要稍微去考虑的就是 熔洞地面湿滑 这个是要小心 另外 本地是要首辟 那负责的 这个地方的是 白石牙市的阿克 那他们如果人够 人够多的话 也会有带领服务 神湖 达宗湖 达宗湖 如果由 蓝州方向过来 可以在312神道 距离下河20公里的地方 转近 再经过 十几公里的 盘山路 到大湖区 湖冰山面环山 地形开阔 白鸟云 花草 繁茂 周围怪石营地 山上陵墓 参天 湖面 必然纯净 清澈见底 打中湖有神湖之城 整个湖畔 金攀飘舞 香烟缭绕 藏民一般 手转经纹 祈愿生理保佑 湖南北长越350米 东西宽约100米 面积约有50亩 这里还有一个特色 是这边也会有很多 土拨鼠 基本上不怕人的 会来前来调动细吃 所以游客上山 其实是可以准备一些 蔬菜水果 打中湖附近的群众 尊奉这里为神武 每逢六月 各地相克 若一不绝的来到这里朝圣 这时整个山上 香烟缭绕 海螺生生 响彻一条 藏族男男女女 手转经纹 口诵经纹 按顺时针方向 绕五三周 然后投证宝品 祭祀神求神灵保佑 五谷风 人畜兴旺 接下来 这个小故事 我们用默片的方式来放 我们用默片的方式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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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说一下到干家旅游可以使用什么交道工具 第一个是大巴 但是据我知道大巴目前从各个路线过去 一天可能没有几班 了不起超过六期吧 其中有这个下合到同仁 或合作到同仁 或者是下合要到西宁的 那再加上这些景点离这个县道 都还蛮有一段距离吧 所以这个大巴是方案什么是 再来是找包车 下合市区很多 那从下合的汽车站出来就有一堆 一大堆这个坐包车的司机 这个是可以恰循的 从这个小型车一直到稍微大一点的 七人座八人座应该都有 再来是自驾 大概就是最方便的 那如果把路线搞清楚 这方面就问题很大 那摩托车如果天气好 这个摩托车也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就是走在这些上区的小道上 上路况都还可以 那自行车挑战 这是一个比较耗费体力的 不过如果能走这一招 应该是蛮不错的感觉 最后是徒步 其实如果要讲到徒步 两天一夜是最适合的 夏天的时候是413线道上 沿线都有这个蒙古包民宿 也可以尝试体验一下 那这个是细细的去了解沿途的风情 不止我们介绍的景点 这包含 嗯 藏区普遍有的羊啊 牦牛这些都是可以看得到的 干家草原 如果要跟历史联系 也可以称它为干家秘境 干家秘境的历史 可以追溯到2000多年以前 那这个秘境的主体 就是从八角的说起 在本地的藏迷信中 八角古城的造型 又与防御魔仲入侵的圣地 坛城出奇的一致 甚至印证了宙世界结构的本 富有历史价值 宗教信仰的八角古城 是世界现存的 其特点 也是干家历史化的说影 汉唐时代 干家地区被记载为 汉藏经济的交流要塞 据《丰适文件记》记载 在茶马护士上 干家地区的游戊中 用他们的核取码 干家羊及其皮革等 农木残皮 汉族的同胞 交换丝绸 盐和茶叶等生活用品 随着丝绸之路的昌盛 干家地区一度成为 交通贸易和文化交流的标通道 东到中原 西到印度的南丝绸之路 也曾在这个秘境上的 达里加大峡游下车子 而从历史的地缘关系上来看 干家秘境所在的安多藏区 自来便是多民族距底之地 正处在东晋内地 西通卫藏 南达川康 北到青海 二四省之间头的重要位置 这使得干家的文化发展 也更为不杂 安史之乱时期 土拨乘虚尔 下河地区被占 虽然只有短短的百余年 却从农根 宿宗教信仰 语言文化等方面 为干家地区带来深远的影响 千百年来 蒙古回祖 赤拉祖的先民 在这历史上的变迁中 相互融合与交流 逐步形成独特的干家文化 地灵则人解 位于北纬山树度尽的干家大地上 多位高僧大德与学术大师都曾在此 专严修行 藏传佛教 格鲁派的创立者 中喀巴大师 曲世文明的拉布朗士 奠基人 一世加姜祥伯伯 佛门其身 庚敦群陪以及 十世班禅 鄂尔德尼等 创作出秘宗道士 帝广论等佛学作 数年间 凌花生大师 班禅大师 共藏仓大师 也曾在此修道传法 对于我们以上的内容 有兴趣交流 或有疑问的朋友 可以留言或私信我们 下面是我们的 WeChat跟LINE帐号 如果对我们今天的内容 觉得还不错的朋友 请记得给赞订阅 并分享给您的朋友 谢谢观赏 铭丸帐家制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